这个老头被称为握手战神 别看他又矮又瘦 但在握手的对决中同未败 奥利巴早就听说过武圣射川的大名 身为日本和气道大宗师 其最擅长的就是以柔克刚 奥利巴很想知道 射川究竟能否破解自己强大的蛮领 面对奥利巴的请求 射川毫不犹豫地答应 可当两人手掌相握的瞬间 奥利巴只是稍微用力 射川大师的手掌就被捏成了五股击爪 可突然奥利巴神色一变 下一秒他就感受到一股距离直冲他的天灵概 奥利巴不敢相信 射川仅用一只手就将体重超过200公斤的他 暗倒在地毫无反抗的弹 一声惨叫后 奥利巴被射川捏住手指带往看守所 可当路过警队的柔道训练馆时 奥利巴突然来了兴趣 并表示如果自己要练的话 那肯定妥妥地拿冠军 听着奥利巴吹牛逼 山田微微一笑 随后将他带进了训练馆里 正好可以借此机会灭灭奥利巴的威风 很快奥利巴就换好了道府 可令众人没想到的是 这最大马的衣服穿在奥利巴的身上 还是像景深一样 只见奥利巴双手用力 将两个衣袖直接撕了下来 并表示自己要在两个小时内拿下柔道黑带 此话一出引来了众人的嘲笑 因为奥利巴根本不懂得柔道的近身规则 想要拿下黑带必须要通过官方的测试 不仅是力量和技巧 就连精神层面都会拿入考核的范围 但山田井长还是魄力让奥利巴试一试 很快对战开始 本文奥利巴的对手是拥有十年到零的小光头 奥利巴也不莫及 直接上手抓住了对手的衣领 只见他的手臂肌肉开始迅速膨胀 光头震惊了 没想到奥利巴仅依靠蛮力就将他轻松放倒 奥利巴环顾一周 似乎没有能和他与之抗衡 可正当奥利巴以为比赛就这样无聊的结束时 身高2米26号称柔道界姚明的大壮站了出来 奥利巴300斤的体型在他面前就像小鸡子一样 可即便身为拿过无数冠军的大壮 在面对奥利巴时还是不由地紧张起来 可下一秒 难以置信体重超过260斤的状态 竟被奥利巴单手像垃圾一样丢了出去 大壮重重地摔在地上 奥利巴自信满满地向山田炫耀自己的声音 可殊不知在柔道比赛中 只要对手不是背部倒地就不算输掉比赛 这下大壮可惨了 吸取了上次的教训 这次大壮准备先发制人 可当他使出全力去摔奥利巴时 却仿佛感觉是在拉一个千年古术 脸看大壮也没什么能力 奥利巴手臂猛地用力 将他一把按在了地上 这次毫无疑问奥利巴拿下圣灵 接着奥利巴以一笔板 将所有道馆的成员全都制服 随即奥利巴表示这样下去 他能摔到天亮 此时山田警长的脸都黑了 就在这时武圣射川站了出来 看来对付奥利巴还得是握手战胜 奥利巴顿时来了兴趣 他来到射川面前 然后猛的发力想要将他摔在地上 可没想到这老头身体如此轻易 轻松化解了奥利巴的攻势 就在这时奥利巴突然脸色大变 而且竟然主动提出放弃黑带 因为就在刚刚交手的瞬间 奥利巴的手腕就被射川拧成了五股击爪 可即便奥利巴输掉了比赛 射川还是将黑带给予了奥利巴 好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